奧運會 對我來說其實也是一個夢想吧 四年對於一個女子體操運動員來說 能堅持下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真的就是會理奧運會就一步之遙吧 我也會咬牙堅持 因為必須頂上去 為了自己這麼多年努力而戰吧 在最好的時候做最好的自己 展現給大家最好的理念 訓練的基礎是咱們高高興興的 把咱們訓練這個汗水給展示出來 咱們的目標是中間奧運會 現在是每一個腳步細節都非常重要 能夠發揮出它們最好的水平 這就是最好的戰法 上午10點 中國女子體操隊的對內測驗即將開始 這是最後一次的東京奧運會選拔賽 隊員們都顯得有些緊張 妳看老歐漂漂亮 小綠蜻蜓今天 我說今天是一棵白菜 白菜啊 比這更形象 中國隊 加油 好 加油 好 中國體操隊 第三次 創業奧運選拔 現在開始 應援入場 11名隊員分成了兩組進行選拔 其中7人都完成了個人全能的較量 幾名隊員為了控制傷病 並沒有完成四下 雖然出現了一些失誤 但隊員們依舊表現出了不錯的經濟狀態 21歲的張景最終獲得了個人全能第一名 今天測驗自己感覺挺好的 然後就大膽去做要領就可以了 緊隨其後的維小元和盧玉飛分手相同 根據打破評分的規則 維小元排名第二 盧玉飛排名第三 整體還可以 就中間有一項稍微有點失誤 蠻蠻調整的還可以 總體來說今天表現得非常好 咱們出現一些失誤呢 這個咱們好好總結 但是團隊的試題非常棒 咱們中國隊加油 當進隊的時候呢 咱們人員上面比較短缺 就是有點在困境之中吧 這三年來吧 這個從世界上 從配備上啊 都給三年前要優化 要有很大的進展 三年前的夏天 喬良接過拼書 正式成為了中國女子體操隊的主教練 所以按照這個模式去練一下 按照比賽的模式去練一下 以教練員的身份 再次走進熟悉的體操館 喬良有了不同的感受 手不用起砲了 對 有很多的 這是很多記憶在這個館裡邊 在這個訓練局裡邊 做一個教練的身份 來個幫助年輕的一代 能夠實現他們的夢想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老師的心願 過去吧 我們可能中國運動員 就高頻比較強 規格質量比較高 讓喬良回來當做一個呢 就是要改變我們的一些訓練理念 另外一些在跳馬和自由超方面的一些 技術訓練 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變化 喬良曾經是美國女子體操隊的主教練 培養出約翰遜 道格拉斯 萊斯曼三名奧運冠軍 請喬良擔任中國女子體操隊主教練 就是希望在東京奧運會上 中國女子體操可以有所突破 08點以後呢 這個女隊的情況在走下坡路 現在的情況並不是特別樂觀 而且我感覺非常的不樂觀 但是呢 這也是我為什麼回來 願意還個心願的爭取 能夠在東京奧運會上呢 能打出一個體操強國的 這麼一個風範來 你做得已經很棒了 你再突破一點 你就是非常輕鬆地去做 你掉什麼眼淚吧 做得這麼好 我們今天 非常完美了 你就按照這麼去做 我就非常滿意了 好極了 好極了 喜歡他的訓練氛圍 很開心 大家是很積極向上 而且是個集體那種互相鼓勵的一種 喬良來的 不光帶有技術 然後訓練的方式 還要主要是團隊的精神 整個女隊就一起練 他們一起加油 然後一起練力量 這整個氣氛就不一樣了 2018年雅加達亞運會 中國女子體操隊 實現了團體十二連冠 和個人全能冠亞軍的包攬 同年的多哈試錦賽 女團收獲銅牌 拿下了東京奧運會入場券 同時劉婷婷在平衡目比賽中獲得金牌 回來的時間並不長 但是我覺得這個改變的形勢 已經非常喜人了 但是從這個低谷走出來 不是說一下就能跳出來的 所以用這個一滴一滴的汗水 來完成每一個腳印 我還是充滿了期待 2019年世界體操競標賽 在擁有悠久體操歷史的德國小城 斯圖加特舉行 雖然中國女團沒能站上領獎牌 但是在女子個人全能決賽中 16歲的唐希敬表現出色 她在跳馬項目有個小失誤 其他三項都發揮出了自己的最佳水平 在平衡目上 她克服了資格賽時兩次掉目的心理障礙 完成得乾淨俐落 最終唐希敬總分僅次於拜爾斯 獲得個人全能銀牌 第一次參加試錦賽 就追平了中國選手 在該項目上的試錦賽最佳戰績 意味著離東京更進一步吧 前一步 剛才剛出來的時候 實際上我這眼睛還有點 有淚水呢 這個剛才唐希敬跑過來 中轉跑過來 再跟我說一聲謝謝 瞧瞧 可不容易 還不容易 就是給孩子高興 不容易 安靜訓練還是比較辛苦 還是那種 因為條件不是特別好的那種 不讓他練到這個水平 其實他自己也不如太多了 唐錫靜 今天唐錫靜確實表現出 咱們中國鐵艙女隊的風範來 把他的訓練的實力 真正能夠表現出來在這個舞台上 非常為他高興 也非常為我們這支團隊而驕傲 首次參加試錦賽的李施嘉和琪琪 也有優異的表現 李施嘉獲得了平衡目的同盤 琪琪闖入跳馬決賽獲得第五 這三位2003年出生的女孩 讓人看到東京奧運會上 中國女子體操隊的希望 但是強大的拜爾斯 依舊體現出難以超越的統治力 她以五枚金牌 結束了本屆試錦賽的征程 並增加了兩個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難度動作 中國女子體操隊 面向東京奧運會的備戰 並不輕鬆 我們回去以後要握心長膽 抓緊訓練 提高我們自身的實力 雖然這次比得不好 但是我仍然對我們東京 對我們未來充滿信心 2020年初 女隊就兵分兩路 一部分隊員在廣州訓練 但是受疫情影響 6月12日才返回北京 另一部分隊員 一直在國家體育總局的 體操館進行集訓 延遲了一年 我們有一些臨時的選手 加進我們這個團隊來 他們還有些潛質 應該有些難度上的短板 特別是在跳馬自由操上的短板 還要去彌補 有一年的時間 可以細細地去摳 提升難度 然後自己思想 動作的穩定性這些 此前獲得試錦賽 個人全能銀牌的唐希敬 在這個東訓的備戰 也更有重點 現在來說 試錦賽的話 就是過去試吧 因為試錦賽比完 就一切清零 然後就想著備戰讀教一會 整個動作來說 要提高質量 還有就是把能力提上去 因為能力上去了 在最後一個動作的時候 還可以做好嗎 我其實有點像蜗牛 雖然很慢 但是在動 從現在開始算 比明年冬江安會 還有410多天 很快 其實真的很快 已經不允許 我想蜗牛 慢慢地往上爬了 因為你要真的想跟上別人的話 別人是大不留情地往前走 我還是想蜗牛往前走的話 我是永遠趕不上人家的 就是連別人的腳後根都過不到 其實疫情對我有一種改變 想了很多就覺得自己不能再想 之前都訓練了 從哪改變 怎麼控制意識 怎麼像體重啊 怎麼自己調動啊 我現在就是先不想別人 先是怎麼樣能上團體 訓練的成果 必須經過比賽的檢驗 全國體操錦標賽 作為疫情後第一場正式的體操賽事 是中國女子體操隊練兵的好機會 早上9點 體操女隊的隊員們 來到酒店的走廊集合 進行早操訓練 好嘞 早上好 早上好 今天早上呢 基本上內容呢 就是跑步 柔軟 吸氣嘴 我們加上力量 備戰中間的運會呢 每一天準備工作都非常重要 那咱們今天就由各種腰鍊 讓你從現在開始自己講話 好 請看 歐玉山是東京周期 最令人期待的隊員之一 他基本功紮實 身體條件好 動作難度高 賽前訓練中 歐玉山的膝蓋和腳受傷了 他退出了全國體操競標賽 這對於本來就缺乏大賽經驗的 歐玉山來說 又少了一次實戰的機會 當時膝蓋傷了害怕不 不怕 怕不 又不覺得外衣傷得嚴重 要參加不了也會怎麼辦 也沒想 真想 因為我覺得他沒有那麼嚴重 就他心裡有數 他就不會害怕 他還挺硬扮的 這孩子責類吧 心責大 來 過來 忍忍一會兒就好了 歐玉山是天賦比較高的運動員 他屬於 但是呢 他的骨骼啊 肌肉這個狀態啊 就像有點像玻璃人一樣的 訓練的負荷量增大以後 他有時候傷病也就出來了 現在這正在一步一步地恢復當中 胃還不痛啊 我沒有痛 再來一次啊 喜歡 雖然劉婷婷在賽前一個月 還因突發水痘而隔離休養 但是她以資格賽第一的成績 進入了個人全能決賽 並且成功未免 在東訓中提升了高低槓平衡目 和自由操三項難度的韋小元 則在全能比賽中摘得銀牌 特別特別緊張 然後上的時候教練就跟我說 要大膽做要領 然後放開做要狠 不能虛 想著發揮到最好 就沒想太多領事